Affirmative Acknowledged Affirmative Unit Ready 大家好跟大家分享一个游戏 有些朋友们肯定会说老李你还分享个啥 这不就是大家所熟知的红色警戒吗 也对也不对 两年前的确EAA是发布了一个重制版的命令征服系列 不是系列一个单篇的命令征服 他们重制了以后并没有推出麦克版 有的时候我就在想你说EAA你都已经重制了 你为啥不再推出另外一个平台版呢 你是不是可以多卖一堆你原来没有的用户群呢 但是他们没卖咱也没办法 在Linux用户群当中可能是由于Linux使用者 他们过于低调还是什么原因 这是我个人的感受 一直有一个红色警戒的游戏 他们就你一问他们他们大部分的人都知道 但是就是没有人说 我今天就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如果你是最新的Ubuntu的使用者 你会发现在软件商店里 这个游戏已经冲到了第一页 也就是OpenRA RA就是Ride Alert 红色警报 Open就不用我说了 自然是一个开源的产品 对吧 然后评价还行 在起码在Linux系统上 还是有很多人给出了5颗箱 当然也有一些人给的比较差 可能这些人是什么原因我就不知道了 然后非常小 100多兆 这个地址呢就是OpenRA.net 吃不了热豆腐的同志们呢 可以推出视频 然后去下载了 如果说还比较有耐心的朋友们 可以留下来听我介绍一下 他说这个是为现在的预期而设计的 比如说他增加了一些 优化了一些战斗单元 关于天气效果的一些改变 各种包括一些定制地图 他也说这个在不断的变得更好 是因为有这个社区系统 这倒也不一定 社区呢你得看什么人 有很多的微信群 里边都是那种认知水平很低的 你进去以后呢 慢慢的变得沉默寡言 或者说有的时候呢 就会慢慢的默默的退出了 这是一个开源的项目 是把一个经典的即时战略游戏 给现代化了一下 RTS 对 即时战略游戏 但是这里边有这一句话 就是EA并不支持 也不承认这个项目 别的下面的就不用看了 这个可能咱们进到游戏里 大概就可以看出来 泰伯利亚之日正在感知当中 这个项目呢 在Github上也有代码的托管 大家对开源项目和自由分享的代码 有什么看法 我不是特别清楚啊 但是劳里我有一个不成熟的一个小建议啊 如果说一个开源项目啊 你对它有顾虑的话 要不然呢你就不用 你就去用那个收费的 大公司有背景背书的这种呢 更安全的这种 第二种方法呢 如果说你想选择 你可以问一些比你水平高一点的 你可以信任的人啊 一定是比你水平高的 要是如果是跟你一样半斤八两 那你没什么参照性 还有呢你可以去请教一些 相对来说权威的 但不是一个人啊 如果说某个权威的人 他说他力挺这个东西 但是很多专家类的那些同行评议 对这个有看法的话 这个还是要抱有一个疑虑的 还有最后一个选项呢 就是说你可以对自己发个狠啊 然后把这个代码给供下来 你自己能看懂代码呢 那比啥都强 所以老李我啊非常不建议 大家只是抱着一个阴谋论的处理方式啊 来对开源项目啊妄加评论 或者是妄加怀疑 这里边已经很清楚的说了啊 除了 Linux和Windows 还有苹果以外 还有FreeBSD啊 如果说你在苹果电脑里 已经安装了这个Bro 你就可以用这个命令拷贝暂提安装一下 如果没有的话呢 你就点这个下载就好了 大家看一下 也就是这个OpenRARelease 然后是最后的版本呢 是2021年3月21号的 我们把这个DMT打开啊 就是这样的一个文件 然后呢我们把它们拖到 拖到这个应用程序里就可以了 我们再打开应用程序的话 他就会找到这三个文件啊 每个文件是一个独立的游戏 那咱们呢先来看一下这个红色警报啊 打开他就自动全屏了 这块呢是一个说明啊 他因为他需要的是原版的红色警戒的内容和音效啊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 如果说你点Quick install啊 那就快速安装了 如果说你点这个高级的话呢 这里面说了一个是基本的游戏 你要把它给安装上啊 一些相关的文件啊 按上啊 下面这个是一些这个 呃 关于这个文录啊 这个沙漠和这个石板的这些材料啊 这个也下载一下 但其实呢 我告诉你啊 咱们选择这个高级啊 我只是让大家看一下这里面包含哪些内容 其他别的这些内容呢 我们其实是选不了的 这个是需要你有红色警戒的安装盘的啊 原版的盘啊 这里面是可以附带的啊 所以现在呢这个都不行啊 他说需要这个好 我现在就返回 然后点Continue啊 来点音乐啊 好 这就已经进来了啊 进来然后我们可以在这选颜色啊 这块是你的名字啊 Commander啊 然后这个是呃 先不看了 直接就Continue啊 他在这呢 还告诉了一下你电脑的一些配置情况啊 这个他现在这个框是这样走的 我眼睛盯着这个我都觉得有点花 好我现在直接就进去了啊 进去以后啊 这个是单人模式 他也支持联网啊 所以我先点这个Single Player啊 上面这个是遭遇战啊 下面这个就是各种任务 当然现在因为由于游戏是新装的 所以并没有读取 我现在呢就遭遇战啊 遭遇战这块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有英格兰法国和德国啊 这个是呃联军阵营的 苏维埃呢就包括俄罗斯和乌克兰啊 你看啊 所以说这个就是啊 我现在呢 我就随便选一下啊 安你好地图就按这个地图啊 我也不变了 我就Star Games啊 啊这个音乐啊怎么样熟悉吧啊 下边这块啊 大家看啊 他多了一个哎 各种控制单 这块呢通过这个可以看出我是盟军啊 我现在不能多说了 我赶快展开基地啊 啊这非常非常好啊 这音乐啊和这个生效啊 Building啊跟原来是一样的 完事儿了啊 建个矿场 这个是钱 这个是电啊 现在看的都很清楚啊 Construction Complete 然后呢现在咱就是基地建兵营对吧 Building呢就是建造啊 Training呢就是训练啊 这个兵营是这样的 好我现在退出一下 我进一下苏维埃阵营看一下 目前来说啊 这个完整度还是挺不错的啊 哎呀这个音效就不一样了啊 哎我不知道大家以前注意过没有啊 你选了这个苏维埃阵营和联军阵营的话 他的这个英语是不一样的 他明显是带有这个俄语口音的啊 啊这个苏维埃的这个兵营是这样的 真的是有区别有区别 这个音效不可能有有问题 他一定是跟原来一样的 因为他呢说了他是用原来作品的内容和音效啊 啊这个这个基地是一样的 但这些电厂啊也是一样的 冰营是有差别的哈 啊这个叫泰伯利亚的这个叫什么意思啊 就是天亮之前黎明黎明 这个我就不比了 我就直接quick install啊 啊一共是下载了30多兆吧 如果说两个的话 我没记错的话 应该30多兆啊 这个就开始了这个界面还跟那个不太一样啊 我还是单人 这是两个组织啊 啊我记得一个是GD O还是NDO什么吧 对吧还是稍微站吧 哎大家看我现在这个多了一个圈 这个圈代表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在这个圈的一个范围内 是可以建造东西的 也就是说你想用原来那种方式 无限的延伸把你的基地延伸到别人那啊 这个是不可能实现的啊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改进 这个建造的这些图片啊 应该是比DOS年代那个啊 更清楚一些 但实际上呢 实际上就是说这些贴图呢 我有点不太确定 是不是也是改进过的啊 反正现在看起来这个顺眼程度呢 还行 但有可能还是原来的分辨率 照说应该不是 因为现在呢 这个分辨率 这个现在电脑的分辨率已经是很高的啊 哎大家可以看啊 这个咱们以前说的这个科技大楼呢 叫这个高级啊 通讯中心啊 叫Advanced communication center啊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你看这个啊 这个是communication center啊 就是咱们所说的雷达站啊 这也做了一个改进 就是当电量不足的时候 这两个地方是灰色的 代表他们已经不再工作了啊 low power 啊对 因为他说了low power 哎呀以前要是能听懂这些信息啊 那估计 也强不了多少 也就是那个水平 哎我当时玩这个啊水平还行 虽然不算是特别高的 但是 基本上还行 能打过一些人啊 而且有的时候还可以一条两个小孩 好我这就退出了啊 还有一个沙球2000呢 这个画质呢 要比他们两个更好一点 但是我这个视频呢 我就不演示了 我给大家啊 留留下一个悬念啊 大家可以去看看 另外呢 再跟大家说一下啊 这个如果说咱们玩腻了 玩腻了这句话听起来不太合适啊 如果说大家不想玩了 还是说玩腻吧 玩腻也没什么不好的 对不对 毕竟使惯中气呢 是我们人类的一大特点 好我们如果说不想玩这个游戏了 玩腻了以后呢 我们点这个啊 前往啊 或者是转道啊 然后我们按住键盘上的option啊 option这里边有一个资源库啊 在我这呢是library 我们点进去以后 在这里边有一个啊 就是这个application support 我们把这个点开进去 进去以后呢 我们可以找到一个文件夹叫 open ra啊 就是刚才我们安装的那些 复杂的那些文件啊 那些附证的那些文件啊 是在这里边啊 这个文件夹大概三十几兆啊 当然根据你的游戏而定啊 你要安装的一个就是七兆 我直接把这个删掉啊 然后回过头来呢 我再把这几个删掉啊 这个也就算是删干净了啊 啊 这样就删干净了啊 另外再跟大家补充一下 就是游戏在开始之前 不是有那个过场的动画吗 那个叫benefiting 那个也是不包含这个游戏内容里面的 它是负 它是在那个正版的那个光盘里的 就是游戏的那个光盘里的啊 因为如果是它采用那里边的那些东西的话呢 那是对那个ea的版权是有侵犯的啊 所以这个大家是应该是可以理解的 好的今天的视频内容就这么多 感谢大家观看这期没什么用的视频 拜拜